驾 驾 驾 你给我警惕 把这批军火给我劫回来 驳出俗餐 对 王爷 这么大一批军火往京城运 看来甲曲岩早就下手了 区区一个甲曲岩奈何得了我吗 都连他意气收拾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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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军火呢 军火 我还问你呢 那少啰嗦 说 藏哪儿了 藏子爷肚子里了 有本事你就开膛破肚来拿啊 说我说 说 这话说有一位姑娘啊 卖花的姑娘 哎呀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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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 你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 打死我吧 是不是家许妍让你干的 说 家许妍是谁 不认识 嘴硬 查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说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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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说你 说 说不说你 是谁啊 你是谁啊 是不是 你是谁 你爷爷我苏灿 你是苏灿 是啊 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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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别说那么多了 赶快离开 我们先出去再说 走 兄弟 帮我捎个信 给贾将军 千万不要让他来济南府 你是 苏 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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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汪絮 吉南夫不坏 你认识贾许颜 金泽办事 不偏多说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得离开这里 好 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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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英 快走 走 这边 快 快走 追 快 快 走 苏兄 我伤得太重了 要赶紧找提分养伤啊 您怎么样 没事 走 快走 快走 那边 那边 小秦 周子枫 没想到结狱的会是你呀 去把苏散带过来 慢着 苏散是我的任务 不许你插手 哪那么简单 你无路可退了 背叛王爷 死罪难逃 你的命不值钱 只要你把苏散交出来 我保你不死 你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弃安同理 才是生路 汪絮呀 你区区一个小补牌 手伸得也太长了吧 受死吧 去哪里 你干吗 赶快去找 记者 我要见人 了解事 是 这 看来真是一场恶战 回府 来人 大人请吩咐 学长 捉拿杀人逃犯苏灿 是 你 你 你 我 你 是 是 我 王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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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王兄 没事吧 多谢王兄相救 哪里有啊 该我谢你才是啊 那位姑娘呢 她是 她是我朋友 她叫萧晴 多谢这位姑娘了 我们要去找一找她 好 那边 那边 萧晴 快 萧晴 萧晴 快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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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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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萧晴 苏兄 此地不宜交流 他们很快会下来的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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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找紫薰点啊 这边没有 没有 去那边 弄紫薰了 快看 肃兄 前面有户人家 好 过去看看 好 你们在这里稍等 我去看看 没人 快来 好 来 来 冒兄 先帮我照顾一下 我去找点草药 好 放心吧 苏兄 我去找些水 顺便看看环境 麻烦你了 是 这位公子 谢谢刚才替我解围 区区小事 合作挂齿 姑娘 我们又见面了 算是缘分吧 无赖 你们救命 我们救命 陈克 我去找你 你很长 有 有 我去找我 你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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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你找我 你找我 你想的 你找我 我去找我 我去找我 我走不走 关你的事 什么人 站住 给我追 站住 原来就是你和苏灿 杀害了我夫人 是我一人所为 跟苏灿无关 这是我回家 读书体 阿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晴 小晴 你怎么了 你受伤了吗 走开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小晴 你怎么了 走 你说呀 小晴 小晴 你怎么了 我 我体内有 我体内有毒 毒 小晴 你怎么哭了 只要我们还活着 就还是会被追杀 还不容易死你 你到底是谁 悬崖上那男人说你是王爷的人 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王爷的杀手 来杀我的 不 拿到你一侧 再杀 杀得了我吗 杀杀 我是有苦衷的 我的师父被王爷抓了 还能我们俩下了毒 我们胜之于王爷 悬崖上那男人到底是谁 他叫朱子枫 是王爷的亲戚 他身边有四个神秘杀手 杀人手段及其秘密 凶残 是不是把我交出去 就可以保你病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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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北有动静 赶紧离开 快 快 他们一定没走远 快追 是 是 废物 一群废物 这么点事都做不好 我要你们何用 这一大批军货 不知道放哪儿了 家旭言这里是否有亲信 小人不知 不知还在等什么 明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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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兄 暂时先在这里落脚吧 他现在上势太重了 王兄 咱们必须找个大夫过来才行 是啊 这样 你们先在这儿 我出去探探风 然后呢看看能不能找个大夫来 给萧姑娘看病 也好 那就劳烦王兄 生死兄弟 不多说了 走了 慢点 都听好了 李钧峰有令 全赏一百两 多拿朝廷钦犯 足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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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你是毒瘾发作 王爷派我的任务 我一直未能完成 他就加大了我的毒药量 那你现在是中毒 刚才我指点了你的穴位 暂时能缓解你的疼痛 不过 还是要找大夫 吃解药才行 不 别去 外面都是抓我们的人 不要为我去冒险 你放心吧 谁能抓住我 在这儿安心休息 我一会儿就回来 不要去 不打钱 如果你不看大夫 就保不住你的性命了 没有用 真的没有用呢 苏兄 王兄 城里现在到处都贴码了 通缉你的告示 通缉我 是啊 府衙下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让官府知道了 就算他们知道再多 他们也抓不到我 危机四伏 得想想办法吧 大人 没有找到苏灿踪迹 一个大活人 他能逃到哪儿啊 山连水域 家派人手继续搜 喳 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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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灿 这样不行 我去抓药 不要去 不要去 外面危险 我不想你出事 不要管我了 小青你放心 他们抓不着我 你放心 我一会儿就回来 你听我说 没有用的 三天之内没有解药 我就会毒发身亡 你不要去 你现在要离开济南府 千万不要管我 你不要管我 你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贾将军 苏灿已救 军火下容不明 速来 来人 将军 集合部队准备出发 走 这批军火 是为了防卫 王爷南方势力的 可谓是至关重要 一定要安全运到锦南 那里会有人接你 你呀 放心吧 难道我信错了苏灿 苏兄呢 你被点穴了 你被点穴了 得罪了 快 快 快去找他 他 他 他去抓药了 这个事情 太鲁莽了 您放心 我去找他 来 小小看一看 那好啊 看一看 麻烦了 好 站住 走 你 走走走 先生 您的药 好 老板子啊 这位小哥 可不可以 劳烦给我配一点解毒药 可以可以 走 站住 走 走 都给我搜紫茜了 大人 我发现苏灿了 您 回来 在哪儿 在药店 抓的什么药 解毒之药 回来 好 你回去继续盯着 是 走 好 大人 跟我过来 这儿 大人 苏灿出现了 在药铺抓解毒的药 李大人为什么要抓捕苏灿 不知道 李大人全程安排人手 布下了天罗地网 腰部的伙计 只认出了苏灿 走 大人这是要做什么呢 别动 一百两悬赏苏灿的人头 走 走 走 这样 你封锁消息 不要让李大人知道 去吧 走 站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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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心腑在四处抓苏灿 不要打草惊蛇啊 是 苏灿 你让我好找啊 官府现在一百两在通缉你的人头啊 到处都是兵 一百两 嗯 这么多啊 看来我挺值钱的啊 这里太危险了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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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城中药铺发现苏灿 已派了一小队人跟踪 苏灿啊 苏灿 这可是你的阿姨了 小姑娘的毒越来越深了 小婷 来 苏灿 快出来 跑不掉了 怎么办 冲出去 好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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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ch 这是官兵 不能杀 快走 走 走 现在就 flavors 你 追 追 追 到这儿 站住了吗 来人 在 大人 家派人手守住城门 大人把所有的医馆药铺 给我挨家挨户地送 是 走 来 这边 怎么样 走 王兄 这里安全吗 放心吧 这里是我父母家 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屋里说话吧 走 宋舍 宋舍 说不行了 不好 快 小婧 你的毒已经攻心了 你快告诉我 解药长什么样子 我留了一颗毒药 我想万不得已的时候留给自己 解药跟它一模一样 我这就去拿解药 苏彩 别去 苏兄 外面可都是官兵啊 萧青的脉搏已经很虚弱了 我看日子不多了 我必须去王爷府把解药拿回来 可是我担心外面 我去去就来 好好照顾萧青 别去 宋子 爹 喝杯茶 好 岳父大人 这些天你都跑到哪儿去了 您让我去追寻军火的事情 我四处寻查 下了大雨 道路难行 耽搁了一下 都查到了些什么 暂时没有线索 赶紧寻机 抓捕苏彩 是 岳父大人 我一进城就发现戒备森严 在抓捕苏彩 这个苏彩到底做了什么 您要通缉它 做好你寻补的事情 其他事情无需多管 只要不出济南府 我就不信 它不露头 跑哪儿去了 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我这不挺好吗 你看 岳父大人到底怎么了 这脾气怎么这么大 听说这个叫苏彩的 杀了官兵逃跑了 爹爹一直在到处找他 帮主 睡呢 赶紧把军火转移地点 转到那边 是 你胃口够好的呀 帮主 这像不像咱们 平时吃的小馒头啊 好了 买点好吃的啊 谢谢帮主 谢谢帮主 出了吧 爷爷 我都想你们了 你说你们又打不过我 还自找没去 今天爷爷不跟你们玩了 要叫你们老大 照我说的办 不然的话 你们想要的东西 一样也得到 好 说吧 军火的下落 怎么 怕了 甭废话 等我见到了王爷 自然会说 带路 请啊 好 宋秀 搜 好 气派 哼 见大王也还不下跪 我给我爹都没下过跪 我听我爹说 这黄金国戚都带班制 挺漂亮的 别废话了 名册呢 解药呢 你想救萧晴 没错 交出名册 说出军火的下落 解药自然会给你 你当我三岁小孩呢 只要你把解药给了我 萧晴的病好了 到时候我亲自把火药和军火 交给你 你没资格跟我讲条件 不交出名册 说出军火的下落 你跟萧晴都得死 王爷 听你这话 我交不交都得死啊 你要是不给我解药 到时候萧晴死了 我就把名册大白天下 把军火交给皇上 到时候 你的事就败了 大白天下 等到大白天下那天 你跟萧晴都得死 我想这死的人里边 也少不了你吧 来人 来 我关起来这儿 别急呀 王爷 我倒是有个好办法 要不 我把你的毒药给吃了 你把解药给我 我把萧晴救好了 到时候 我亲自把军火和名册交给你 反正我吃了你的毒药 想跑也跑不了了 到时候你的事也不耽误 我的事也搞定了 你看怎么样 吃毒药啊 你干吗 你敢给我就敢吃 瞧好了 放心了吧 疯送了 我吃了你的毒药 到时候我会回来找你 苏灿 花枪 花枪 让一让让让让 花枪 花枪 赶紧把军火转移地铁 是 帮主 这像不像咱们平时吃的小馒头啊 后一让让CI 来 苏兄 冒兄 是我 快 进屋吧 小情 苏三 你看 你怎么拿到了 你先吃了再说 我也是奇了怪了 你是怎么拿到的 王兄 你这是 小小 你赶紧收拾一下 跟我走 来 看一看吧 看一看吧 看一看 那你怎么拿到你的 哎呀 谢谢 兵篇慕主 行刀 数据中国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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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好 三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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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眼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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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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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个 小强 走 来 来 走 走 来 王兄 此次罗难 你我结为兄弟 我恐怕连累你 只好出此下策 还请见脸 大恩不言行 有缘再见 苏灿 废物 这么多人都能跟丢 要你们何用 王爷息怒 苏灿太狡猾了 但是她吃了毒药 已经中毒 不会逃过王爷的手心 我会在家派人手 盯着她 再找不到苏灿 我连你一起杀 滚 是 你身子太虚了 需要躺下休息一下 没事 去尝尝躺一会儿吧 萧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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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去尝尝 那 有 暖 你 嚇死我了 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放心吧 好好养伤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老爷 上个饭去吧 快给老爷磕头 谢谢老爷 走了 起来吧 谢谢老爷 爹 我要拉屎 什么都没吃 怎么又要拉屎 快 快 多谢老爷 来 两边的线都断了 他能跑到哪儿去 首领 我们的人数一大群乞丐 往城外的一个方向去了 往一个方向去了 查 是 帮主 快 来给帮主看看 藏什么东西了 裤裆里藏枪了 帮主 好样的 看帮主 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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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咱们被发现了 四大干手 杀了好多宗兵 军火也被他们救救了不少 只有我 绞心地爬了回来 朱子疯这王八蛋 少兄弟 我一定让他血债血偿 帮主 你一定要给兄弟们报仇啊 弟兄们 此地已经暴露 大家收拾收拾 咱们转移阵地 好好好 好好好 快走 走 走 杀乞丐抓苏灿 捣毁他们的营地 我就不相信苏灿他们出来 是 大人 乞丐们身上都藏了军火 你是说苏灿 把军火 藏在每个乞丐身上运送啊 应该是 知道他们聚集的地方了吗 知道了 好 多派人手 不要打草惊蛇 撤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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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快走 军火呢 军火啊 什么军火啊 没有 没有 走 死了鬼 有没有下人家 爷对你好不好啊 没良心 那要看你给多少银子 爷有的事情 爷帮你一年 行 好 官长 把轿子停下 延长 插你奶奶个妥儿 你没看见这是爷庄老板的轿子吧 他家女儿要生产 那是两条人命 你能担担起吗 不行 给我插 什么不行啊 快 疼死我了 没天理了 大家伙快来看哪 这个官兵啊 在这耍流氓了 快来看呀 没理了 嗯 你把嘴闭上 再和医生 把你脑袋给弄下 官爷 您这事一货真好看 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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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香 快走 谢谢啊 来 公主 我这也有 我这也有 太厉害了 我这也有 我也有 你看我这个 你看 我还有 大家幸福了啊 公主 以后把这些弹药都藏好了 里边就不要来回近人了 该我去会会他们了 起来起来 你都要看一看了 我是不会汪絮 你们帮主苏灿是我的生死兄弟 你去告诉他 我有要事要找他香商 让他务必到老地方来找我 给钱 你去 怎么样了 大人 你说奇不奇怪 这一时之间 乞丐们身上全都没了藏匿的军火 还有没有其他线索啊 我跟着乞丐去了他们歇息的树林 不过 他们除了讨饭就是去歇饺的地方 没有任何异常 他想干什么呀 这么一大批军火说没就没了 苏灿不过闲着 你们秘密跟着那些乞丐 走 苏兄 出大事了 我兄弟被人杀了 我听说这件事了 现在府衙周子峰都在找你 你藏军火的事情败露了 我劝你 还是赶紧说出地点来 不然的话 我担心那些乞丐 会被斩尽杀绝的 我正在秘密安排 等我回来再跟你细说 苏兄 让我来帮你吧 我不想拖累你 那边 站住 站住 快追 干什么你 站住 假的 给你吃点 站住 站住 去死吧 还挺身 帮主 他死了 干得好 走 居然没有伤口 这是谁派来的人哪 一定跟军火有关 岳父 您查苏灿藏军火的事 进展如何 我查到了一个地方 在哪里 书林 不过又让他跑了 他在我管辖的地区 犯了太多的名案 你去跟住那些乞丐 不可掉以轻心 那人鬼得很 站 岳父大人 苏灿 你断我手脚 我要你性命 杀苏灿 周爷 王爷这边 恐怕交代不了 这 这有什么证 交不交代都是死 就算死 我也要拉着苏灿陪葬 是 还剩一个 还剩一个 爷爷陪你们好好玩玩 是 给我派人 杀乞丐 抓苏灿 是 极了 来 住手 五雷 苏灿陪我在这儿呢 来呀 上追 来 如果有什么事 就去找李巡抚 李巡抚也不是个好东西 横竖是个死 等命呢 来抓我呀 抓起来 报 大人 抓到粗散了 把人带上来 喳 带上来 走 都退下吧 喳 喳 李大人 快点儿的吧 勒死我了 那天雨夜 我在码头等你 直到天亮 没见你来 我就感觉你们出事了 后来 我带人找到你们交战的现场 我知道你不会现身了 所以 我只能用抓你的办法才能见到你 先话不说了 军火丢失了多少 不多 大部分都在 对了 李大人 我感觉咱们内部有嫌疑啊 不然的话 咱们的消息散布得这么快 他们都知道 好 我先撤销对你的通缉令 你先回去安顿一下 等明天 咱们定好地点再见面 现在贾大人正在路途当中 等贾大人到了 咱们再定头 行 对了 李大人 这个汪絮是你的属下吗 对啊 不但是我的属下 还是我的女婿 怎么了 有何不妥吗 没事 我明天看看再说 对了 李大人 那我就先告辞了 爹 您怎么还没休息呢 是您啊 您不要太劳累了 我这就给您 七杯深茶过来 你听清楚了 想得听清楚了 李大人和苏灿 绝对是一伙的 你在这里看住苏灿 我马上去通知周大人 是 立即对他进行抓捕 是 王絮 原来你是那家 投与军火 您藏的 也够深的 发死 王絮 我看错你了 算了吧 没有你的压制 我何至于此 你生怕别人说你寻死 不肯重用于我 天天让我去跑路寻奸 我这是在给自己 寻一个前途 那你就当内奸 投运军火 背叛皇上 一个不成器的东西 看我不铲除你 天要变了 你恐怕没有这个机会 看我成不成器 王絮 你本是忠良之人哪 你怎么就 果不其然哪 是条硬汉打成这样 还不屈服 好样呢 周子枫 你让我出卖贾将军 这是在跟朝廷作对 王絮 别糊涂了 你跟着贾许颜 这辈子都是他的一条狗 我效忠贾将军 是为了把我大清一国记住 大清的江山就快一种了 今天我跟你挑明了 王爷是看上了你一身好武功 是个不可浪费的人才 这可是你的造法 你要想清楚了 应该效忠于谁 一种 王爷 你们这是要谋反了 对 现在王爷势力强大 归顺他的人 今后都会有特殊的荣誉 高官显决 你看 这是三大高手 武功高强 再加上你 你们四大高手 效忠于我主 王爷的大事必定成功 我是贾许颜 贾将帝 我是贾许颜 贾将帝 好了 贾许颜为了保他的后路 一场败仗就把你从副将 降到了士兵 你替他背黑锅 还效忠于他 可我替你不值啊 在军队 削减军职 没了威严 将士们 谁还会听你的 我现在 只是济南府一个小小的捕快 说之何用 当然有用 你只要按照我的指示去做 除掉我们的一己之人 王勋 你一辈子不只是个小捕快 还想受制于你的岳父大人 李寻福 他看上去正直 其实他也是为了保官的一个奸臣 你愿意这一辈子都压在他的手心里 你也不认为他 你也不认为国家的事 还能为国家的事 没有 你也不认为国家的事 你也不认为国家的事 有点不够认为国家的事 我要替皇上铲除你 岳父大人 既然你发现了我 留你不得 就让小旭送你上路 没你挡在路上 我就是望旭 望寻父 愣着干什么 快去通知首领 这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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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不是你看到他这样 你爹 你爹是奸臣 你杀了我爹 你是谋法乱党 王絮 你无负气一场 看来你从未真心待过我 雪儿 你爹太识论了 我是被逼的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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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喊你 不要喊你 爹 爹 不喊 我将一无所有 雪儿 你不该看到这些 不敢 你明明如是 你听我了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听我还能聆啊 像是 肯定你 我说她这些 是一个小捕快 大人怎么吩咐怎么事 他只是让我来找你 听你安排 也不是什么急事 那等李大人忙完再说吧 苏兄 我们还是先把事办了吧 不然大人会见怪的 大人不会真怪你的 二三四八 nove 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 我 我睡不着 想我了 才不是呢 不是那我走了 等家许元来了 我把他交代我的事办完了 你就不用躲躲藏藏的了 可是王爷没拿到东西 不会放过我们的 多陪他玩玩 多好玩 那你答应我 不许有事 放心吧 为了你 我肯定不会有事 走 醒悟 怎么 今天李大人 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去办吗 他是大人 我一个小小的捕快哪敢过问 此言差矣 什么小捕快 你是在为我办事 保卫一方百姓安宁 你这个捕快当得不简单哪 咱们同时为皇上效力 无论什么职位都要尽职尽责 将军提醒的事 卑职记下了 为将军接风 敬您 好 那个军火的事情 你办 你办 军火的事情 就不劳烦将军费心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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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许远到了 李大人呢 一直不见出来 让兄弟们警惕 知道了 行行好 给点吧 四兄 四兄 坏了 李大人让人杀了 什么 李大人让人杀了 他临死前让我来找你 务必要找到军火 你受伤了 万事 是谁的功夫这么高 能在你面前 把李大人给杀了 说来话长 俗兄 事关重大 这天不早了 我们快走吧 第四个高手终于出现了 这伤 是你自己做的吧 真够狠的你 想不想知道 我是怎么怀疑你呀 第一 在羽叶抓我的时候 是四大高手 后来跑到悬崖边 却变成了三个 那么其中一个 跑到哪儿去了 我一直在想 第二 把我抓进大牢以后 我在大牢里面 闻到一股浓烈的硫磺味 我就猜想 这个地方 到底是不是军火库 后来咱们两个 一起逃出了牢狱 我隐约地在你身上 闻到了一种淡淡的硫磺味 是 我就想啊 这第四个高手 到底是不是你 第三 我去王爷府拿药的时候 也是三个人 那么第四个人去哪儿了 后来我想到 这第四个人 让我留下照顾萧情了 我跟四大高手交手的时候 有一个人的功夫 跟你十分相似 这一点 足以证明 第四个高手 就是你 后来你知道 我跟李大人是街头人 你就杀他灭口 对吗 我们在码头分手后 我就来过李府 前院冷冷清醒 连个丫鬟都没有 后院 却有女眷的哭丧声 我确定 李大人被害了 说得好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也不瞒你 你的街头人死了 说吧 军火在哪儿 贾大人 是不是让你给抓起来了 我正舒舒服服地 伺候着呢 那您 也一块伺候我吧 就是我 来 多监督 一则 一刀 一刀 不要 别得意的太糟了 萧情萧姑娘也被我抓了 没想到吧 萧情 贾兄 苏彩 苏彩 周子枫 苏彩 没想到吧 这叫什么 瓮中捉鞭 有本事冲我来 别他娘耍阴照 你再往前走一步 这两门大炮 我就送他们上齐天 苏彩 别管我 快灭了他们 这里就是巡火库 苏兄 你死定了 汪絮 你真是死一百次都不为过 李寻福死了 我破获了军火案 大好的前程 我怎么能够死呢 苏彩 周子凤 现在四个人都给你凑齐了 你赶紧把名册交出来 把那批军火的位置告诉我 不然我杀了他们两个 苏彩 苏彩 周子凤 名册我可以给你 苏彩 名册不能给 我苏彩的命都可以给 但你要保证 他们两个平安无事 苏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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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裙 index 不 确词 你 没事吧 苏三 别管我了 赶快去追踪子方 快 你 走 狐 好 快点 我今天炸死你们 送你们上西天 秀婷 宋子 快带着兄弟们走 那你呢 别管我了 快走 我不走 家兄 快带他走 宋子 现在这里很危险 快跟我们一起走 别管我了 赶紧带着兄弟们走 那你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乖 你先走 快点 快 快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军火都在这 交给你了 已经太不容易了 难为你了 还有丐帮的兄弟们 今晚我设宴 请大家吃够 喝够 好 好 好 多亏了这帮兄弟 但是死了也不少 我也欠你一条命 这辈子我们这兄弟 是做定了 你跑不掉了 你是怎么通知丐帮的兄弟 来营救我们的 是帮主的啊 好 咱们走 走 营秦呢 好 不行 我去找找 苏菜 打 谁啊 谁啊 西方家打我 我叫苏灿 苏州的苏 灿烂的灿 你 吓死 你 你 必须去王爷府把解药拿回来 苏灿 名次我可以交给你 我苏灿的命都可以给你 但你要给我保证 他们两个人平安无事 苏灿 他 来生再见 小强 你到底在哪儿啊 小强 你在哪里啊 小强 你在哪里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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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